伊能静的儿子再次引发了争议,哈利除了男扮女装之外,就连走起路来时样子都是妖娆妩媚的,来看看他的最新亮相是什么样子的吧。 就在3月28号的那一天,网络上传出了一段伊能静儿子的最新视频,也就是哈利的最新一次亮相。 从网友分享的视频中能看到了,哈利当时现身在一个机场里面,身边跟着多位的女性有人一起。 但在哈利走路的过程当中,他的走路姿势却是给到别人一种妖娆妩媚的姿态,一点都不像正常男人的走路方式。 因此在他走路的过程中,许多的网友都纷纷用手机,将他这种销魂的走路姿势,全程都给一一拍摄下来了,并直接分享到了网络上面。 然后当哈利的这些视频在网络上被分享出来了之后,不少网友们都纷纷热议了起来。 有的人表示了,伊能静这辈子想抱孙子估计是不太可能了。 有的人则调侃了哈利,说到把他送去部队里面,让他去当上两年的兵,估计就会正常一点了。 甚至有的女网友还羡慕说到了,哈利走起路来时,竟然比自己还要有女人味。 可见,这位20岁的哈利,因为他的一些个人生活习惯,让无数的网友都表示了欣赏不来。 然而有了解过哈利的人都知道,他除了走起路来时会给到别人一种妖娆妩媚感之外,他在生活上的一些造型,也是让人看了都觉得十分辣眼睛。 比如在之前的时候,他曾有过多次的男扮女装,直接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女孩的形象。 而且在他的那些打扮里面,每一个女装造型都是非常的妖艳,让人看了都觉得非常辣眼睛。 那么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对于哈利这一位新二代,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呢? 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